注意看 眼前这个五大三粗的爷们 突然给这个小伙子跪下了 之后小伙子因为一系列的巧合 再加上服务员的疏忽大意 不小心把菜的汤汁 撒在了男子身上 最终酿成残案 其实发生这件残案的背后 事先还有很多巧合的因素 正因为众多巧合凑在了一起 才让悲剧发生 案件中的两个主人公小琪和老陈 来到歌厅唱歌 看得出来 老陈好像心事重重 小琪为老陈点了他最爱唱的 在北京的金山上 老陈说他唱不下去 哎 我是齐总 我这钱到底怎么办啊 小琪说你别扫兴啊 今天咱不提欠款的事 老陈一听不乐意了 他明天就要回山西 这一趟就是专门为这笔款子来的 你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啊 小琪拍着胸脯说欠他款的客户 已经答应给他支票了 他保证老陈这一次能拿到欠款 我要是欠你一分钱 我就是王八蛋 老陈一听小琪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 终于松了一口气 拿起话筒开始施展他的歌喉 几个人唱完歌以后 小琪正在点评老陈的歌喉 真是不错的时候 老陈突然给他跪下了 齐总 你把那钱还我吧 老陈饱含热泪说着他那心酸事 家里尚有老下有小 女儿还要考大学 每年得两万多 诸位听听 那个年代两万是什么概念 多少新兴学子 就因为这高昂的教育费用 而放弃学业 小琪答应老陈 一定会把他的欠款结清 说着赶紧把老陈拉了起来 还得他下了一个坡 老陈喝醉了 几个人看到一家面馆正亮着灯 打算进去吃碗面 但是老板告诉他已经下班 让他们去别处吃 小琪一听不乐意了 本身今天被老陈要仗药的 就很不适滋味了 倒你这连碗面都不给吃 眼看着战争一触即发 老陈赶紧打了一下圆场 几个人骂骂咧咧就走了 老板小刘也生了一肚子气 他来到卧室 老婆爱玲已经早早睡下了 小刘想要谢谢火 他把老婆弄醒 爱玲一看到小刘这个熊样就烦他 死活不让小刘碰他 还把小刘的小伎俩给他看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明白 还有我跟你说透吗 小刘一看也不装了 他承认是他渣的 他说他这么大一个人 想要个孩子过分吗 但是爱玲死活不堪 他才采取这种策略 爱玲不管怎么说 也没给小刘这个机会 弄得小刘很是郁闷 小琪和老陈来到小刘的饭馆吃早点 小琪的眼神始终就没有离开过爱玲 看得出来 他对爱玲有那么点意思 老陈问小琪支票怎么样了 小琪说再晚一点 对方快几处车祸了 另一个出难又不熟悉业务 他让老陈稍安勿躁 晚饭之前一定给他支票 老陈顿时心灰意冷 他不知道小琪又在玩什么把戏 独自一人去市场买了一把菜刀 他拿着菜刀就来到了小琪的门市 老陈把菜刀往桌上一放 把小琪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老陈让小琪不要害怕 他买菜刀不是砍人 只不过如果他拿不到欠款 就把自己的命留在这里 小琪一听开始劝老陈 让他一定要冷静 并承诺这次绝对让他把支票带走 为了安抚老陈的情绪 小琪带着老陈又来到爱玲的饭馆吃饭 两个人正在叨叨欠款事的时候 小琪的手机响了 他的一句话 让老陈痛痛快快把吃饭的账截了 老陈 这顿饭我就不跟你张了 老陈心情顿时舒畅多了 他给了服务员一张百元大钞 并大气地说不用找了 看得出来 老陈现在的心情有多么的好 小琪告诉他 再过三个小时才能拿到支票 他建议两个人到街上逛逛 买点礼物给家里人带回去 老陈看到街上有卖菜墩的 就让小琪送他一个菜墩就行了 小琪被老陈的低调逗论 我说你可真是个山西老心啊 手里都这么小钱 两个人买完菜墩以后来到了爆摊 爱玲远远走过来 两个人又在对他挺头论足的时候 爱玲也来到了爆摊 他要一份时尚杂志 正好这最后一份在小琪手里拿着 老板问小琪要不要 小琪从来没看过这玩意儿 但是此刻他必须要让爱玲知自己个人情啊 所以连忙点头说要 爱玲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小琪叫住他 并把杂志让给了他 爱玲连忙感谢 这也是郑重了小琪的下怀 他让爱玲以后吃饭的时候 给自己优惠一些就行了 爱玲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肯定不好意思回绝啊 小琪看到了老婆和小琪在爆摊闲聊 顿时醋意大发 他对爱玲的行为表示愤怒 并予以强烈的谴责 支票终于到了 老陈难以掩饰他那激动的心情 小琪让会计赶忙到银行去兑换票子 两个人高高兴兴去了饭馆吃饭 小琪的事办成了 心情无比舒畅 一进屋就与爱玲耍起了贫嘴 有馒头 爱玲一听也知道什么意思 想吃馒头回家去 我们这只有面 两个人点了一大桌子菜 还拿了两瓶白酒喝上了 两人一边吃一边聊 老陈这次对小琪绝对是感激流涕 他为之前自己的鲁莽向小琪道歉 两个人沉浸在即将大功告成的喜悦当中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两人现在笑得有多开心 接下来就哭得有多厉害 两个人正在抒发兄弟情的时候 小琪的手机响了 从小琪表情来看 这不是什么好电话 他赶紧起身去了外面接 果然 他收到了一个天大的坏消息 小琪像打了败仗一样进来了 老陈也不傻 他一看小琪那垂头丧气的样子 就知道他那笔款子又出问题了 老陈气得蹦着高大骂小琪 小琪无话可说 他让爱玲再给他上一瓶白酒 此刻他也只能借酒消愁了 爱玲出于好心 劝他不要再喝了 此刻的小琪正是火烧火燎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不喝酒 于是他跟爱玲吵了起来 爱玲一气之下不管了 让你喝个够 小刘经过之前的几回事 正好对小琪不满呢 他说上酒可以 小琪一听来气了 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吗 哪里的饭馆要先结账后吃饭 几人正在争吵 服务员正好端菜上来 当他把菜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盘子一滑 把菜汁流到了小琪裤子上 小琪当时就窜了起来 爱玲赶紧赔不试 他承诺陪小琪一条裤子 放款打八折 小琪说我这裤子是皮尔卡丹的 你们赔得起吗 爱玲招呼小刘 把他结婚时穿的那条裤子 拿出来让小琪换上 什么人的裤子 你还可以给我穿啊 小刘听小琪这么说他 当即上来和他理论 小琪此刻把自己所受的委屈 全部爆发了出来 他开始拿小刘当出气筒 把所有怨气全部撒在了他身上 小刘哪里受得了这种辱骂 他扭头就朝厨房走去 抄起菜刀就向小琪劈过来 但是因为脚下一滑 没有劈到小琪 自己却摔倒了 小琪顺势拿起一个板凳 朝着小刘就砸了过去 就这么一下 小刘趴在地上不动了 关于这个案子 我们不能说谁对谁错 其实都是各种巧合的因素 凑到了一起 才酿成了最终的悲剧 虽然小琪杀死了小刘 但是你不能单纯说 小琪就是什么穷凶极恶的人 假设这种事 如果发生在那张支票 不是假的情况下 小琪还会这么做吗